專家小組蹲在畫室地上 查扣一罐又一罐的原料 等外行人根本看不懂 這能做什麼 就是光靠這些 再加上宣紙以及影印機等 就能做出高方的500元假鈔 刑事局警方抓毒販 就案意外查獲未抄工作室 因為在逮捕的過程當中 發現大量假鈔 同時間又截獲央行通報 巡線才追出上游甜心男子 當你帶著500元鈔票 到店家消費的時候 一般店家收到之後 會先看看上面的浮水印 到底有沒有 不過這次查獲了假鈔 上面有浮水印 不過哪一個是正 哪一個是假 你分得出來嗎 花500元只能買到 三張這種假鈔500 價格不便宜 敢這樣喊價是因為甜心嫌辦 特地從德國日本進口 做出來的衛鈔還真的非常像 連承辦遠景都驚呼 差點被懵 仔細比一比 左邊是真鈔 右邊是衛鈔 第一眼根本難分辨 必須得靠觸感來判斷 左上角右下角的500元字體 真鈔有粗糙感 夾得很平滑 另外還有這一處 會變色的才是真的 偵辦毒品案時查扣500元 尾鈔數張比對尾鈔序號 與中央銀行提供的尾鈔序號 相符合 經棄而不捨的追查發現 甜心犯賢 曾經交付300多張的500元尾鈔 甜心男子美術學校畢業之後 在自家畫室工作也熱愛油畫 卻走歪路做假鈔 尤其專案小組透露過往查獲的 賈美超台幣都是5人以上犯案 這次卻單靠他意願做出高訪的500元 這落網時他對於案情多有隱瞞 是否流入市面的更多還得繼續查 提BBA新聞神言葉鈞台報導 好社會追悉線不想拿到假鈔到底應該怎麼辦 而這期假鈔案又是怎麼破獲的呢 背後的破玩故事我們邀請到社會組的記者 玉琪來到現場 玉琪晚安跟我們線上朋友打聲招呼吧 大家晚安 好確實玉琪今天在現場看到這個假鈔 真的很真對不對 對我們同事有去現場看 然後有把那個圖片傳回來 問大家說你分得出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嗎 沒有人分得出來 都分不出來 因為那個照片真的看起來就是一模一樣 完全無法分辨 而且據說呢這個畫師非常厲害 瞄準的就是500塊錢的假鈔了 那我們就要先來問現場的觀眾朋友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覺得星華手上拿的這一張 究竟是玉琪今天幫我們情商帶回來的證物 還是他是真鈔呢 很多的人可能都是不知道說 一般來說比較會去注意百元 因為百元的流通性比較強 還有千元顏額比較大 但是這次他們卻是瞄準500塊錢的假鈔 大家知道500塊錢的假鈔要怎麼分辨嗎 其實有一個很小很小的方法 透過鏡頭可能很難以呈現 但是呢大家拿到500塊錢的時候可以拿起來 那麼後面有棒球隊的這一面可以面向自己 然後找一個透光的地方 在旁邊空白處呢 如果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竹葉的倒影 那麼他就是真鈔了 另外一個辨別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正面的這個彩印嗎 他在一個角度上面的時候呢 會呈現這種彩色的反光 同時上面呢會有小小的500塊錢的字跡 還有一個很重要很少人會發現的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這個500塊錢 有棒球隊的這一面 然後15度面向自己 這個下面呢就會浮現500塊錢的隱藏字了 這是三個小小的來辨別假鈔的配布 而我剛剛這個三個驗證步驟下來呢 我手上這一張是真的啦 真的啦 對我們拿的是貨真價實的 真鈔要500塊 不過還要繼續請教預期 其實這一次警方會破獲 除了是因為跟抓到販毒集團 掌握他們的金流有關 央行是不是也扮演了一個關鍵的作用呢 沒錯就是央行發現說 咦怎麼最近收到這個民眾的這些存款啊 這個上面有幾張驗出是假鈔 那很恰巧這個鈔票上面的這個編號 跟這個警方抓到那個毒販 也所流通的這個假鈔編號 是有一些雷同的 因為他們都是會在這個一串數字的倒數 兩個數字去做一些偽造跟變動 所以一般人其實根本就看不出來 那像剛剛鮮花有幫我們介紹 怎麼樣辨識這個500元的真假 但是呢今天我們同事很難分辨的原因 是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幾樣呢 有幾項嫌犯還是做得到 天啊太厲害了 對你剛剛有提到嘛 像大家可能看這個圖片看不看得出來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那個浮水印 對其實它假的這個上面也有 可能這個有點有點反光 我們現在攝影燈光比較強 所以稍微有一點曝光比較強 就是它其實它這一塊跟這一塊都有做出這個浮水印 它假鈔的部分 然後你看它這個防尾線 它也有 是 然後真的也有 所以真的很難就是即使你知道怎麼辨識 然後你還是很難看得出真偽 但是呢我們同事今天就有問到一個蠻重點的 他說就是你剛剛講這個下面小的這個500元的字 對這個是你這樣子轉動鈔票的時候 它的顏色會有變化的 但這一部分呢可能這個技術還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它的假鈔還沒有辦法做到 那可能就是這一塊大家之後可以特別的來注意 拿到鈔票的時候 特別注意一下這個小的500數字這個地方 你在翻動它的時候有沒有這個色澤的變化 再判斷它是真的假的 那像這一次呢大家會覺得很意外是 這個人他其實有一些相關的背景喔 復興美工的這個學歷 然後呢就是聽說很擅長就是畫畫的部分 所以也是專業對口只是用在了非法上面 對就是美術專長 但是居然又在這種非法的地方 然後呢它跟過去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過去在市面上看到的假鈔 幾乎是這個千元大鈔比較多 因為千元大鈔它的這個獲利的比較多嘛 我今天 對我今天拿出去我可以給它找999塊都沒問題 就是我的獲利會比我拿100塊或是500塊出去找 那有效率 對可以賺更快 所以過去其實常見的是這個千元的假鈔 那這一次比較罕見是 第一次出現了500元的鈔票 而且還做的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相似 然後呢就是它這一次是因為央行發現嘛 就是在全台有發現好幾件 那從這個他們的材質顏色都看起來 完全不像是這個印刷出來的喔 因為以前可能會放那種列印印表機啊 印出來你可能一看叫是假的 可是現在這個是除非你用摸的 假的呢會比較滑一點 真的可能比較粗糙一點 除非你去用手摸才會可能看得出這個真假 那跟過去也不一樣是說 常常過去看這種偽超集團 他們可能一次這個集團就是5個人以上起跳 因為他可能要負責這個繪製啊印刷 還要調那個顏料等等 就是那個分工要很細 但這一次呢這個人他居然是一人工作室 很厲害 對 然後一個人做這麼多事喔 然後用那個墨水聽說也很高級 說什麼德國日本進口成本很高 對 所以呢他這個也不便宜 他這個聽說我這個假設我印9萬塊的這個 假鈔 我要賣3萬塊 其實也不便宜 你等於花3萬塊該買一個9萬塊的這個假鈔 那他們也有強調說他們他們自己就之前是有偷偷啦 這個假鈔其實也並沒有真的用在市面上的流通 流通他們是拿來就是做一些可能非法的交易 黑吃黑等等的 對 原來如此 所以其實這個灰色產業的市場是確確實實存在 只是有的時候呢流入了市面當中 還是有可能我們市井小民會接觸的到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線上很多朋友呢 大家都說欸新話手上的是假的 但不好意思 其實剛剛通過了驗證這一張其實是真的喔 那遺證也很有概念啦 證物其實是不可以拿走的 沒錯 哇 大家很認真在看喔 然後陳良說隔一幕太遠了 新話寄過來給我幫忙鑑定 不好意思啊 這是我們製作人的 製作人可能會哭哭喔 好的 所以這個假鈔的液體 印製假鈔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剛剛玉琪也講到了 他這個所謂 拿的是這個進口的油墨 從德國還有日本進口的 另外一方面呢 他們跟偵鈔這個比例也是一比三啦 要買九萬塊錢的假鈔 要付出三萬塊錢的成本 但其實央行呢 往往對於這種印製鈔票的特殊指值 都是有進行管制的 但是要避免自己拿到假鈔 到底要如何破繭呢 來看我們的專題報導 先生你這張五百元怪怪的喔 收銀時還是會特別看一下 手上拿到的這張觸感是否怪怪的 簡單檢查防偽線 再往燈光照一下 大家都會做 但畢竟面額小的鈔票很容易被忽略 五百塊的話可能就是 避時比較小 跟一百塊又差不多 可能當下就收了趕快找一課 可能也會忽略掉檢查 雖然市面上最多的是千元假鈔 但一百五百到較少流通的兩千元 也有假的 店家還真的收到過 五百元假鈔都沒發現 當時收到五百塊假鈔的時候 並不知道 那是去別家店買東西的時候 可是自己仔細一看 真的那個指值是比較粗糙一點 拿出這波警方查獲的五百元假鈔 連可驗真偽的驗鈔機 有時候都難以分辨 可見仿真程度之高 連機器都有機會被騙 二百元 已經查過二十四張 都是央行二度檢查時才發現 在民眾手上早就經過了好幾手 集團深圳他們曾做過至少三百張 想騙販毒集團 但後來穿幫 不排除至少三百張流入了市面 而現在只找到二十四張 疑似還在流竄 如果再把它做舊一點 把它弄得像舊鈔一樣的話 你拿到手上第一時間不容易分辨 警方也發現民眾在網路PO文 曾收到過五百元假鈔 序號就跟這批假鈔雷頭 如今疑似還有超過兩百張 人未查獲 民眾收錢的同時得多注意 可別因為面額較小就沒去檢查真偽 不過如果經營店家忙碌的話 沒有辦法仔細一步一步去驗鈔 也建議大家可以自備一些紫外線筆 都可以幫助輔助大家來辨識假鈔了 另外一方面線上有很多朋友 像威廉說多殺卡多行動支付會不會比較好 也確實因為中國大陸 他們行動支付普及的一個原因 也就是因為假鈔猖獗 電子支付就可以避免類似的爭議了 而繼續我們帶觀眾朋友來關注到的是 現在大家都喜歡看直播 有些人也會大方的抖內 但是有的時候您的愛心是否被濫用了呢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一名 賣屋舊母的大陸網紅Jack 先前他都在直播商中 來訴說自己的遭遇 並且要幫媽媽來治白血病 花了多少錢 他的笑心感動了很多網友抖內給他 甚至連台灣的網友也狂灑了幾百萬給他 但最後他在網路直播上大喊台灣人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善良來表達他內心的感動 但他近期卻因為類似的舊母直播募款引發了爭議 我們來看看他心情的直播 今天很想說一句話啊 台灣人求求你們 你們不要這麼好行嗎 真的求求了台灣人 你們為什麼到處去 剝灑你們的善良 我在土耳其的時候呢 3號接到我們家人信息 我媽突然病重了 得了是急性骨髓白血病 在中國大陸治病的話 我們的花費費用預計折合人民幣的話 得在170多吧 而且這個不能保證能不能治好 所以我就在網絡上 我很多的白血病的病友們 他們就個人建議說你發起一個籌款吧 之後我就在大陸一些社交平台上 發生了一件特別讓我意外的事 有一個台灣人 我前段時間要在他那辦理台灣的簽證 但是因為中原也沒有辦成 沒有想到昨天晚上他給我發信息 他說我在平台上看到你們家 最近好像是因為資金的演員有些困難 我看我這裡能不能幫到你 我就我說謝謝 他就沒有想到 就直接給我轉了一大筆巨款 你知道嗎 遇到這麼多人 我發現這個事情還是好人多 還是台灣人在保持善良這一塊 做的真的是讓我很感動也很意外吧 然後這個台灣人還給我說 他說如果你那裡還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盡我最大的努力 去跟台灣人多發一些信息 然後在這裡幫助你 我覺得他為什麼對我陌生人這麼好 我把這個事跟我媽說了之後 我媽真的是跟我一樣 同樣很感動也很意外 我真的很想用意外這個詞 然後回到中國大陸北京 這邊醫院還有一個最大感受 就是我覺得台灣人一定要保護好你們的醫院 保護好你的醫生 保護好你的護士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來到這兒你知道嗎 其實中國大陸每個病人家屬 其實對待那些醫生了對待護士了 我們更多的像一個孫子 因為我們的命在別人的手上 所以我們態度很謹慎 我覺得他們其實在中國大陸 這個醫院更多的是像是賣房子的 更多是商人 你的生死不是有我決定的 是你的前決定的 我能不能給你做更好 也是前決定的 你說有多少人 在他大學畢業的時候 在他研究生畢業的時候 在他學生涯畢業的時候 對著他的醫德去掀示 但是也有幾個人 能像台灣做得這麼好 所以今天我就想表達目的就是 雖然我媽病重了很多 但是我回來她很開心 然後其次就是 感謝台灣人的善良 那麼根據Jack在網路上分享的經歷 他的媽媽最後還是 不敵病魔病重過世了 不過隨著媽媽故事之後 後來有其他的網紅出面揭露 覺得這個Jack是利用 要幫媽媽治病孝子的形象 來獲取流量密碼 並且也獲取線上斗內的金流 是濫用了大家的愛心 因為很多網友 網友就一一進行舉證 就說如果他真的沒有錢的話 為什麼用的是新款的手機 還帶爸爸去日本旅遊呢 而諸多的質疑 現在不只一名網紅出面指控 而他帶媽媽到台灣後 不僅第一時間公布了醫院的名字 還公布了自己的浪帳號 很多人在浪上給他鼓勵加油 並轉賬給他 世界各地的關心 Jack的華人也分別在 微信 支付寶 浪上給他轉賬 更多的網友直接在他每天 所發的視頻下面斗內 僅僅第34集台灣再見了 我要被驅逐出境了這一集 就有近24萬新台幣的斗內 自己在影片裡面都拍片承認了 說我有錢不掙幹嘛 所以你也是承認 你把拍片別人捐贈給你這個行為 當作是賺錢的一種手段跟工具 面對這樣諸多的質疑呢 很多人在 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而且往往台灣人是充滿同期心跟同理心的 究竟這Jack是不是真的利用賣慘 或者是孝子的形象來獲取流量 來獲取斗內呢 其實我們的依依來看他過去所說 所著作的一桶帶來觀眾朋友來檢視 所以玉琦這些網紅指控他的破綻跟套路 究竟在哪裡呢 剛剛有提到 因為他其實在這個YouTube上面的 說自己的早遇是比較令人同情的嘛 他沒有錢給媽媽治病 還去賣房賣車 但是呢就被人家發現說 他用的手機是最新款的iPhone 那他在台灣搭高鐵是搭這個商務艙 然後呢他說沒有錢 可是呢他最近又帶他爸爸去日本玩 然後這個每天就是吃好吃的玩好玩的 都會把它就是拍成郵寄跟大家分享 可是呢他當時才說自己沒有錢嘛 然後可是為了要出國聽說是 迅速拿出了這個20萬的這個資產證明 才獲得這個簽證 20萬人民幣嗎 不確定是人民幣還是台幣 反正就是突然拿出一筆錢 對那大家就會質疑 那不只這樣 就是說他在這個媽媽過世之後呢 還有持續在收大家的這些捐款 然後呢他對外會說這個錢是我自己賺來的 就是會有一些說法 讓大家覺得有點可疑啦 然後又有人發現說他之前說媽媽在北京治病嘛 可是後來發現說這個醫院其實是被踢爆是在河北 所以這個地點其實不太一樣 然後有一個比較誇張的是說有一個民眾他們 因為他在這個母親故事之後 也有在台灣舉辦那個公祭的活動 說就是有民眾去現場捐款 然後就有說這個現場看起來那氣氛 宛如一個小型的粉絲見面會 因為就是很多人要排隊 就是你進去你要排隊 然後你可能包完那個白包之後 然後會有人要跟他拍照啊合影 然後說他當時這個態度看起來就是相當的輕鬆 然後就有點像是跟大家見面合影 反而不是莊重肃木追思的感覺 對 看起來不像有這個傷心難過的感覺 所以讓他覺得看起來怪怪的 然後他也覺得很奇怪的是說 當時他看大家包那個白包 他以為想說我就去置意一下 所以我包個300塊就好了 但他後來發現說很多人怎麼其他人包都包厚厚一大疊 可能都是幾千塊幾萬塊 所以他當下呢也覺得不好意思再多塞一些錢進去 所以他到最後就覺得說 這整個事情好像不是那麼的合理 然後呢他在這個告別式結束之後呢 要關心這個Jack嘛 他就傳訊息給他 發現這個Jack就已經不回了 因為他們可能以前在講一些跟捐款有關的東西 就還有可能回憶你一下 可是在這樣一次之後呢 就是怎麼樣跟他講 然後可能隔很久都沒有獲得回應嘛 他想說他試驗看看好了 他就再跟這個Jack說 我雖然錢也賺不多啦 一個月可能也賺三萬塊而已 可是如果說你真的有需要 我可以加減捐一點錢給你 就是幫你步過難關 他就發現Jack就回答訊息了 他就覺得說這不是被騙這是什麼 就是你也不想跟我聊天 可是你實際上我捐錢給你 所以對他來說的感受就很不好 那就是有很多的網友 還有其他網紅在網路上踢爆他嘛 那他這個頻道呢 後來就改變了名字喔 他那簡介這邊呢 還有一個備註說這個公道自在人心啊 然後呢還有對這些質疑他的聲音呢 做出一些反駁 就是說每個人都不希望這個善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嘛 他自己也不喜歡 那他覺得說人在座天在看 如果誰會利用自己媽媽的這個生命去騙錢 還說如果台灣 如果說真的有問題的話 那台灣捐給他那五百萬 是有問題的話就趕快過來抓他沒關係 就做出一些反駁 其實我覺得這中間應該是有很多讓大家討論的空間 但是同時我們在這邊也要呼籲大家 真的要幫助人的話 其實還是要選擇一些政府認可的財團機構 您的錢呢才不會落入這種有點矛盾 或者是說自己後來沒有辦法說服自己 是不是真的在做善事這樣的窘境 那我們其實TVBS的也有善心人士 我們的同事呢 也有捐款給這一名Jack 目前我們同事也在線上了 我們這個愛心人士 現在看到新聞這樣演變 不曉得你的心情會如何 你會覺得自己的愛心被濫用了嗎 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帶著爸媽來 然後當初是覺得 因為自己家裡的經歷跟他有點像 所以我才會選擇捐款給他 那目前看到這樣發展其實心裡會有點心寒 但是至少他去日本 就是還是搭商務商是帶著爸爸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是 不會到這麼的 覺得他的行為很誇張 但是還是覺得自己可能愛心有被濫用的狀況 那我還想繼續請教當初 現在捐錢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都有紛紛擾擾 但現在Jack也說公道自在人心 不曉得說 那這樣你還會願意繼續相信他嗎 因為其實當初他來台灣治病的時候 就是可能政府方面需要繳一個保證金 或是他到台灣來需要一個 就是有一個保證人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台灣的網友 就是一個他所稱的大姐 然後這個大姐是聽說 就據他影片上講 他們還是用自己的房子去貸款 然後才讓Jack他的爸媽到台灣來治病 那他的影片當中其實從一開始 從早最早到最後結束 公計結束之後 都會出現很多善心的人士 就是台灣的人都有出境 或是三軍總那邊的醫院 也有一些人就是 會在下面留言幫他發生 那其實當初我們是不會覺得 這件事是有什麼稀巧的 不覺得他可能有騙人的狀況 因為就他可能真的是一個 表現得很窮苦的概念 因為他假設他在三軍總 就是讓他媽媽看病 那他也不是住在內湖附近 他反而是住在新北的淡水 然後就是搭著捷運跟公車 然後每天來回的通勤 那就我們的觀察 因為其實我也不是一開始 就有捐錢幫助他 那就我的觀察來講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很貪財 或是你真的是 寄予大宗的錢財的一個人 因為陸陸續都很多人在留言 下面捐款董內給他 那他也沒有影子跟他居住的地方 就他還是固定的從淡水 然後就是搭著很遠的車道內骨來 然後就是很熱的天氣這樣子 然後也不會就是身上穿的衣服 因為都是一件很薄的T-shirt 所以當初其實並不會聯想到 有今天這樣的情形發展 嗯或許這樣的結局 是讓大家有點意想不到 但是我相信大家的善良跟善心 希望最終都還是有用在Jack媽媽身上 有努力過來挽救他的生命 或是說在生命的最後 也讓Jack媽媽感受到世間上的善意 不過其實呢這中間的媒體會想要去報導 這樣的Jack的新聞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剛直播當中 他說台灣的人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善良 他太過於感動 用這樣反問結問的感嘆的方式 也吸引起了媒體的注意 但是其實呢過去就常常有很多國外的網紅 就說愛台灣或是稱讚台灣 就是網路上一個流量密碼 甚至是金流密碼的象徵嗎 預期 沒錯因為我們就是有其他網紅整理出這個Jack 他在台灣這個就是 講了一系列這個來帶母親來治病的這個系列影片呢 得到的這個抖內金額有多少 光是他在2月份來台灣的時候呢 其實從各個管道捐助他的這個金額 就有差不多500萬元左右 這個只是單純的現金 其他人還有送物資啊 還有一些東西就是不包含那些物品的話 金額大概是超過500萬 然後呢到5月的時候發現他這個抖內金額已經是多達了14.8萬 可能一支影片就可以就是獲得民眾蠻多的這個捐助 然後到6月份的時候呢 他甚至是衝上這個單日抖內排行榜的第三名 就是達到了23萬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就是你可能在媽媽已經去世之後呢 還持續的有接受民眾的抖內這件事情 可能是有一些些爭議的 那像剛剛有講到說因為他可能是有提到很多台灣的良善啊 溫暖這一塊 所以可能是有吸引一些觀眾的注意 那其實不只是他啦 就是有其他的國外的Youtuber也有反映這樣子的問題 像是在這個有一個旅美的這個中國大陸的Youtuber 他叫洛琪 他這裡就有分析幾點說 為什麼就是很多外國的Youtuber喜歡談論台灣的議題 因為他其實就有講到說 因為像Youtuber現在在全國一些合法的國家裡面 中文的這個受眾啊台灣算是蠻大一塊的 因為中國大陸目前還是封鎖YouTube嘛 所以其實你台灣人算是比較大的一個族群 那你只要講到跟這個台灣相關的事情 其實就會蠻會吸引台灣人的注意 那他有講到說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像這個 喜歡聽好話是人的本性嘛 所以說台灣人自己聽到講到跟台灣好的方面的事情 我們會有一種歸屬感 那另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在國際上的這個角色 比較有困境 你看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進聯合國 然後我們又常常受到中國大陸的打壓 所以大家通常看到這種國外的Youtuber挺台灣 或是講台灣的好的部分 我們都會覺得是一種外界對我們的認同跟支持 所以相對這個流量就會衝高 那也就是為什麼講到台灣有關的影片 不管是你講好人好事啊 或是開箱吃一些美食啊 帶大家去哪邊玩啊 就是有提到台灣這個關鍵字 幾乎都可以賺進蠻高的流量 那之前呢他們也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韓國籍的Youtuber他叫金針菇 他就是在台灣念書 然後念完之後還繼續留在台灣 然後他之前就有去台南吃了一個這個粉漿蛋餅 就是開箱帶大家吃美食 但是呢他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好像就是把這個蛋餅形容的就是非常的好吃 但是呢可能有吃過他的人 其他網友就下面留言說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蛋餅啊 就是你講得很誇大 然後才發現說 哇那一則影音也超高的這個點閱 對然後就發現說 也是因為可能大在這個台南的蛋餅多厲害 而且他是一個韓國人的身份嘛 就把這個蛋餅講得很厲害 所以呢就還被人家酸說 那應該是有掌握一些流量蜜嘛 對但是我覺得這口味本來就是見仁見智 有些人覺得普通的卻覺得好吃 我覺得這個就是不用去有什麼過多的評論 但可以確定是說他確實是講了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導致說那個影片的觀看人數 也越特別突出 對這是確實有的 對的而且剛剛這個預期講到金針菇 後來有一年還主持我們的國慶大典的主持人 然後那時候就是希望可以展現台灣 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社會嘛 所以找了這個人氣的YouTuber 所以愛台灣呢確實喔 因為台灣大概有九成的人 每一天都會使用YouTube來看影片 或是收看我們TVBS的直播 所以在這個中語文的內容方面 投其所好也是一個蠻正常的現象 不過最後呢我們還是要跟預期 我們要一同來呼籲大家啦 如果想要發揮自己的愛心的話 建議大家還是要找一些比較靠譜的公益團體 財團法人 並且可以追溯他的金援 或者是我們剛剛線上也有朋友說TVBS呢 我們也有愛無限的這樣的項目 我們都會開放我們的金流 也會告訴大家我們幫助了哪些社會團體 幫助了哪些弱勢族群 才不會讓您的愛心 有時候就像Jack這個案例 或許有幫助到他媽媽 但是呢有多大程度幫助到多少運用到呢 如果Jack可以說清楚講明白 也不會被其他網紅來指控了 TVBS的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